嗨,我们现在回来收听的是 无多有意思,我是来先来这个选计 倒数计时 是怎么政治对台湾 这么多人关心热度这么高 现在丰盟的是民进党政策会副执行长 他也是总召 柯建民 他的主任和配三 来说真正的政治的操作 食物是什么会 还有他的身材 大局承担者 佩珊你好 佩珊你好 佩珊做一个 你算专业幕僚 是 这是算从政 广义的从政 就是所谓幕僚政治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行业的 其实如果真的要讲 我从大学时期 其实我在1988年 我又参与了那一个学运 就是野百合吗 对,那个时候野百合更早 更早 比野百合更早 对啊,野百合是1993 90 91 90 对,1990年3月 对,那在那之前 其实我们就组织学生下乡 去农村 然后去做环保运动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个人还去从事公运这样子 就做公运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那一代 学生关怀社会的开始啦 社会力就像现在这样 刚刚爆发 非常澎湃的那个 到处都是公运啊 农运啊,环保啊 五位里农运啊 我想静贤应该对这个有印象 我是有印象哦 被判刑的很少 哈哈哈哈哈哈 那时候没得被判刑算大尾 那时候我说国民党 他早期对他学生没得判 是 对 现在越来越判了 没错没错没错 这我蛮感慨的 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像太阳化学运 这些很多被起诉 其实在早年那个时候 国民党还不大敢这样子 我是少数有被起诉 被判刑的 那时候在90年3月学运 那其实牵涉到当时的主政者 像李登辉前总统啦 其实李登辉是非常同情 而且那不只同情的 他本身可能也都支持吧 有认同 支持学运的支持者 对 所以其实牵涉到统治者啦 那后来的马英九跟你看 现在的马英九跟李登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其实这个心态 就决定他要怎么处理这些生 没错没错 不过我们在话说 你配我们为他 就是参加这些社群 他去参加社群 有个人也 之后毕业后就是另外一个工作了 那你哪里聊得更亲 是 对 所以你就去柯建民 那时候是委员嘛 对 办公室 对 是 我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会去 其实那个时候就跟现在 我就想说现在这些学运的孩子们 其实我当年也是这样子从事学运嘛 可是我后来我想要进一步了解 真正的政治是怎么 怎么run的 所以是在这个想法底下 我去委员的办公室 然后去当然透过 也是透过这个原来的朋友的介绍 他需要助理嘛 他也是 总之后本人是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进来的 他也是算是 那一个台湾第一次第一波民主化改革 就是这个书里面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书里面 李登辉总统有写序 他说他是总之后是第一波民主化改革的参与者 其实很典型 那我是那一代的那一个野百合学运的学生 然后跟总之后有一个神奇的交汇这样子 然后一做做22年这样 好22年 其实很多人对柯建民总统有很多想法 你对他这样做工作的动输议才几年 你看到一个委员 尤其月又做到总统 然后很多人还说他有点争议 你怎么看他 我真的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有争议 我们就来面对怎么讲争议这个部分 而是说 其实他是太不在意他的形象 因为其实总统 他从长年党外 其实他是民进党新竹市第一创党的党员 然后一直到这一个 这23年来的时间里面 尤其后来包括朝小也大 朝大也小 那个过程里面要跟国民党抗争 他花太多的时间在做战斗的事情 他很少时间去经营所谓的形象政治这一块 他很不在乎他美光灯前面暴露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有一次坦白讲他因为烟瘾很大 他都在烟瘾 爱不昏啊 然后因为那个 那个媒体美光灯马上督上来 他还忘记把那个烟瘾掉 我赶快提醒他 对因为有时候他已经在很忙乱的状况之下 那个其实他不是那么care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这次选举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 对 因为不在意形象 所以说没什么形象 哈哈哈哈 我因为 其实真的喔 他说佩珊很近的就说出一个 一个很贴身 说通常補瘾的人不補的 这个一过来就是还在補瘾的状态嘛 不过像有个委员 他会補瘾你也不知道 是啊 他会很刻意的知道说 不在美光灯下前面 做一些事情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可是早上就没有很care这个东西 对 不过因为他说 像说他不在意这个形象 不过现在形象管理对政治人物 也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当然 那像说这次的 那因为不在意形象 所以我大家就会说啊 例如说他个人 在这个政党协商 总之后政党协商就有说 这都是黑箱啊 反而这个形象被定得很牢啦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不过这个东西 其实是大家不了解协商是什么啦 这个也不能怪民众啦 因为毕竟在国会里面的协商 其实它不是一个 暴露在美光灯下面的东西 很神秘吗 那大家以为他很神秘 其实他也一点都不神秘 只是因为他没有被美光灯所拍出来 所以你可能就误解说他是黑箱 事实上这个协商的时候 是很多人的啦 里面都有三四十个人在一起 不是说密事协商就是 他跟王金边 然后两个都会乱起来 乱起来都会乱来乱去 乱来乱去 不是不是 其实他跟王金平在讨论的时候 旁边是围着一大堆人 是有三四十个人在里面的 里面包括幕僚 包括各党派的代表 然后包括议事人员等等 所以那其实是一个 你要把它 其实临场把它拍出来 那也都是没有问题 其实现在是本来说 所谓大家一直在讲说 要及时公开录音录影 这个其实不是问题 重点在于说 这个东西对达成 作为一个solution有没有帮助啦 没问题就是说 大家也知道嘛 你比如说 你妈妈要离婚 要谈判啊什么 有的时候你也需要 谈判是需要协商的啦 应该严格来讲 他是谈判啦 那你谈判 你难道一字都在 美光灯底下谈判吗 你美光灯底下谈判 其实很难谈的啦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你讲的是谈判 大家可能就比较理解 为什么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 隐秘性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完全什么事情都摊开来讲 这样子 所以佩珊你也有参加过协商吗 有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政策会的副执行长 所以我必须参与 我是跟着总召 每一场那个协商 我都必须参加这样子 如果这样 通常要跟协商的一个招牌 有你看看那个 如果 如果什么有说的话就会给我们点空间 对 对 是 这样是 这可以直接做一些关键 不过做几年协商 竟然有需要什么类的准备吗 你说对法案的准备啦 或是说去对香港 有做什么类的准备吗 要非常多的准备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这样 我们这超越协商是等于是说 我们必须代表民进党 去跟国民党或是其他党派 去做交涉跟谈判 那我们事情的准备工作包括什么 第一个对这个法案的了解 专业的了解 第二个 我们自己党内的沟通 包括党跟党团的沟通 还有党团内部自己共事的凝聚 这些都是要准备的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可是跟国民党我觉得可以了解嘛 因为大家利益不同啊 需求不同 可是对自己的党不是应该蛮容易的吗 都自己的人啊 这个就是大误解 其实我们在超越协商之前 我们进行的党内沟通跟协调 绝对所谓的党内协商啦 绝对不会比超越协商少 而且可能还更麻烦 因为像我自己是郑郑副司机长嘛 其实在每个礼拜一 我们都必须有主席 小英主席 他会召开重大议题协调汇报 那个就是我们跟党还有党团 在凝聚法案公司的一个会议 然后呢 之后呢 我们还必须就党团要开会议 就党团本身哦 我们有40席立委嘛 我们还必须开党团会议 进一步把重大议题协调汇报的东西 拿来党团会议做确认 然后才凝聚成这个去协商的共事 是这样的 我不是乔的吗 对对对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乔那么简单的 一堆会议的累积了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其实真的是很难啦 对 所以你自己 你觉得有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是什么会议 最困难的协商还是最困难的法案 是 其实最难的 其实我想太阳滑学运这个应该是最难的啦 不过其实基本上它算是一个运动嘛 对 因为它蛮突然的啦 对 然后也撑很久 对 不只要久 在那四天 对 是是是 然后 因为年轻人有的是体力 对 然后委员们大家也多少点年纪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你觉得那个协商是什么会议 其实大家觉得这个社会是说社会就是年轻的力量喔 对对没错 因为有社会做支撑嘛 对 那其实这次的宣企里面民进党的角色喔 大家也觉得说好像在太阳滑学运里面 没说很具体 当然你说有在顾问这个是有啦 做什么 是 好 大家都就是民进党是这个学生的看门狗 其实那时候很多配品都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都没啥了解啦 这也不能怪民众 所以我们出的这本社里面 就是说就是说 对这个24天的318的这个事的之前的一年 好我们就有反服贸的抗争 民进党立院党团在立院里面进行的这样的一个 跟国民党进行这样的一个周旋啦 所以这最关键的 你2013年6月25号把服贸签回来之后 我们马上抵立法院发动抗争 然后去装召去朝野协商作者的决议 叫做主题要表决 主题要审查 他用这个名字给他拖一年 拖到2014年3月才开始申 就开始申 国民党没难申 拖到太久了 所以才发行张庆宗 他想要用半分针给他送出去委员会 他没时间跟你在那 他不想跟你去辞职审这个东西了 因为竹条表决 对 竹条审查 对 他不知道要多久 对对对 他对这个也没信心啦 他自己没信心说他们撑得过这个 所以他干脆用半分针就给他送出去 所以这头前是有一年的累积啦 对 不过就有318的这个爆发了 对对对 对对对 SO 既然这个累积 由虎帽给他拖下去 对 讲真的这个打批 说真的 这个民进党内面 确实有功劳啦 是啦 好 人家台脸也有功劳 对对对对 台脸也有功劳 大家都有功劳 是 是 那当然学生也很勇敢 对 当然 实际上说 我说年轻人穷进入离婚姻 这不是一般的最高的啦 没错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里 佩珊丽印象最深刻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在这过程里面跟着总招 其实学生的这一个能够留在异常 那一幕是我很感动的 就是他去劝王金平那个通话 你知道董教委的学生 他要去找水电开关 不介意走遍立院大大小小的楼层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找到里面没闪到 就是那人学生不是突然从进来吗 那一场里面那个通风 没有冷气没有空调很不好 那人我们跟王金平之间 他也不敢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找立法院的那一个水电开关 在哪里 我跟他去走遍立法院的每一个楼层 去找那个开关那样子 对 是 是 是 那时候在有风门的 是民进党的政策会副指引咱 他也是柯建民总招 现在在申定 参与立委 这个办公室主任佩珊 佩珊在说到泰昂花时 他去讲真的啦 一般做委员啦 做主任去 大家也都在冬头下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有冷气啊 对 洗手间本来就应该有水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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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反正问你开关在打是不是 是带上了 哈哈哈 没有因为说因为是 呃 抗是抗争 其实 立法院里面的 议事人员 立法院的工作人员 基本上都是 当然都是公民党所控制啦 而且人家也不叫你去外 你去外 我前面还开电话 你追啦 当然他们都抵制的 对啊 对 所以变成是我们要自己去找开关在哪里 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因为 真的撑很久啦 是 也很多社会的 这个 动力 都穿出来 嗯 台湾社会对 新的 一个力量的产生 很期待 对对对对 这我个人也是喔 很期待 大家都要去看 是 那 因为他这次也有一个新的party 这个 时代力量 所以他也得到很多票的支持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对 对总裁动心情也有些冲击 是 同选群也有候选人 是 对啊 啊现在你们怎么看 有爱有恨吗 还是只剩下恨啊 哈哈哈 不会不会 其实没有恨啦 其实就是 只有爱没有恨 对 其实对这个年轻力量和新政治 总裁是觉得 其实我们是包容的啦 我们一定要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啦 年轻人想要 年轻人会有反叛啊 然后年轻人会有反省 对老世代的反省跟监督 这个都可以理解 不过 这是说世代之间需要对话啦 嗯嗯 需要对话跟合作啦 这是 我们在出这段车的时候 想要表达的态度 对 就是说我们希望年轻人 站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上 嗯嗯嗯 走向未来 嘿 然后把总招的这个经验 能够学习过去 嗯嗯嗯嗯 嘿啊 基于说在新竹市选区的这个冲突 嗯嗯 我们这个是 要请我们的支持者割爱啦 嘿 因为身体只剩一生而已 嘿 嘿 啊问题是 新竹市是蓝大的律 国民党 他这个力量要怎样才能把它打倒 嗯嗯嗯 当然就选票必须集中啦 这是比较不幸的 可是真的要请我们的支持者割爱 哈 啊 川普集中来在总招的身上 嗯嗯 当然因为大概只有他能打败 正正前这个国民党候选人啦 嗯嗯 这个是 现实是这样啦 嗯 不过这个正正前齁 是 我看他正在说 车人家啊 对 对 万人宴 对啊 你一桌成十个人嘛 嗯 那就是万人啊 对啊 是啊 是啊 很有实力的喔 对啊 其实在新竹市它是蓝大的律 对啊 所以其实今天几选战能够打到说 把正正前已经有比下去 这很不容易很困难的事情 是 啊正正前很离谱是 他完全是老旧国民党那一头 会选啦 抹黑文宣啦 你会减技啊 哈哈 对啊 这人刚刚也就爆发而已嘛 每天一波抹黑文宣欸 嗯哼 这离谱 所以我们去查扣他 啊他竟然 还跑去警察局 前面举白不挑 所以 也承认说 他自己就是发抹黑文宣 啊包括会选也是 明明就是 他当时是因为 中价第一位备合竞选总部成立 我们有两万人 嗯哼 涌到现场来 啊他去有这个东西放到 所以他也是说 看如何炮制 怎样才能有万人的场面呢 啊只好用请客吃饭的方式 哈哈哈 结果 因为做法律常识 他们不知道说 这是法务部定义的会选 嘿 对 所以说算计真的有专业啦 对 不过人说不会选 不会选 对对对 没有会选都不知道要算 哈哈哈 对没错没错 是 很好问的 这个佩珊 佩珊 佩珊是 这个 柯建民总招的 主任 是 就因为时间关系 齁 那今天是 为佩珊 为 22年的同事 是很了解这个人 是 有的人 太太和先生的 不一定要了解 哈哈哈 因为现在的人 上班的时间 比私人更短 对没错没错 又常常会熬夜 对 是 研究法案 是是是 那来说他 心目中他看到的 这个柯建民总招的 生涯和今次的 参与啦 是 做很多事情 不过没人看到 哈哈哈 所以这就是承担 台湾承担者 就是这样 就是他现在要出这本事啊 对 是是 不过也提醒 这有心从政啊 跟以前在政治路上 形象管理很重要 要不然你也吃闷亏 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 经过这次选举 其实总招 也意外的 把他的形象 跟名誉回复过来 嗯 嘿 不过其实以前 他是很清新的 在他当总招之前 他有十年 是财经科技专业立委 哦 那时候很清新的 这样喔 对 可能大家都不记得这个 他是做总招 所以整个 形象才开始被 被误解 因为总招要承担很多事情 对 大的小的 好的坏的 党内外 各方面 要不愿意做的他都要做 嘿 所以这个是不得已的 嘿 是 要看懂政治很困难啦 嗯 那要去了解一下人 真的也需要时间 是 真的 嘿 对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